大家好 周三21号中国国家主义新平就中澳关系发表言论称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 他愿与澳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央视已经新华社也报道 21号中国国家主义新平同澳大利亚的总督赫尔利 总理阿尔巴尼斯护制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澳建交50年来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那么中澳同为亚太地区的中澳国家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习近平说道 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 愿同澳方一道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为原则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 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赫尔利表示 50年前的历史性决定为澳中关系发展铺平了道路 给两国都带来了增长的机遇 展望未来 澳方致力于遵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本着互相尊重互利的精神 同中国发展稳定的和建设相关 周三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护制贺电李克强表示 希望中澳双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中澳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阿尔巴尼斯表示 1972年惠特拉姆总理 领导的澳工党政府决定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需要勇气和远见 这一正确决定 为两国发展强劲持久互利关系铺平了道路 阿尔巴尼斯说道 我坚信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我期待持续同中方一道 在互尊互利基础上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步发展 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 周二也表示 他将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务中 推动取消贸易制裁 堪培拉正在寻求修复于北京的紧张外交关系 黄英贤在前往中国之前的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 为了我们的利益 两国关系中许多棘手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周三黄英贤将与王毅会面 这是19年以来 澳大利亚的部长首次访问北京 也是18年以来 两国最高外交官在北京举行的首次正式会谈 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表示 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将与本周访问中国 这标志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外交关系有所改善 黄英贤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并于周三举行第六次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 中国外部的发言人毛宁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应询 介绍了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问中国的相关情况 毛宁表示 今年12月21号是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 黄英贤外长访华期间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他会谈 并举行新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中方希望通过黄英贤外长此次访问 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并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近年因为新冠疫情 贸易争端和澳洲指控中国干涉内政 一连串纠纷以后 两国关系处于低点 今年上台的澳洲工党政府 希望跟中国重新建立关系 那么这一次黄英贤访问北京 还提到释放两名澳大利亚公民 黄英贤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 呼吁释放两名澳大利亚在中国被拘留的国民 并表示他们的命运将在他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中被列入议程 澳大利亚外长表示 释放他们将有助于改善两国的关系 黄英贤提到的两个人 分别是澳洲籍的华裔记者程磊 另外还有作家叫杨恒军 原名叫杨军 澳大利亚记者程磊 大家知道2020年8月被中国逮捕 后来指控向外国提供国家机密 他是前央视经济频道的记者 他于今年3月31号被已向外国泄露国家机密罪 在北京接受秘密审讯 中国出生的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军 于19年1月被捕 21年5月因间谍罪被闭门审判 黄英贤指出 如果这些领事问题得到解决 不仅对涉及个人有好处 他认为这本身很重要 而且对双边关系也很重要 周二访问北京的黄英贤 将是4年以来 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的高级外交官 除此以外 澳大利亚还决定禁止中国巨头 华为运营该国的5G网络 以及堪培拉呼吁调查新冠大流行 作为报复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产品实施了制裁 并冻结了高层外交接触 解冻始于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 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内斯在会上 会见了国家主义新品 周二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黄英贤 呼吁中方释放澳大利亚公民 程磊和杨军 并称这将有助于解除改善双边关系的障碍 中方对此回应 希望澳方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 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言 从现在情况来看 程磊以及杨恒军这件事 实际上会告一段落 现在来看 澳大利亚希望恢复和中国的关系 澳大利亚实际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不同于像加拿大美国 这些昂尔鲁撒尘国家 澳大利亚没有工业 你要去澳大利亚 你就会发现澳大利亚的汽车 澳大利亚所有的工业产品 都不来自于澳大利亚本土生产 加拿大还可以生产汽车 对吧 加拿大也是G7成员国 澳大利亚不是G7 G7是工业国 澳大利亚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初级产品 矿产品 旅游 对吧 然后还有个英文 对吧 你很多人去澳大利亚留学 学的英文 你去澳大利亚你会发现 实际上农产品 矿产品 这是他主要出口的 所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和美国不同 他没有工业支撑品 所以澳大利亚的经济非常脆弱 那他生产这些初级原材料 他需要什么 需要上游的中国 所以也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还有美国不同的地方 澳大利亚他面对中国 他必须要缓和和中国的关系 你像加拿大 你像美国 他可以对中国进行制裁 澳大利亚没有这个本钱 所以要看懂澳大利亚这个国力 澳大利亚实际上也是昂鲁撒克逊国家 他和新西兰一样 他也是昂鲁撒克逊国家 但是他没有工业实力 但是我要说呢 实际上昂鲁撒克逊国家 实际上他们还是自成一体的 这个昂鲁撒克逊国家还是有联盟的 所以这一点上呢 就算中国释放了杨恒军 释放了这个成雷 未来呢 像这些间谍案件还会有 就是昂鲁撒克逊 他会利用像加拿大 像新西兰这些国家 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渗透 昂鲁撒克逊他是成体系的 所以对中国 对欧亚大陆这种渗透 也会持续 不会中断 所以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大家要认清楚 就澳大利亚未来不会 终止对中国的 这种围堵 特别是配合着美国 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澳大利亚在南海 对中国的挑衅 包括在台湾方向 他现在对你表示出善意啊 是为了放那两个人 表达一些善意 是放那两个人 放完那两个人 很快澳大利亚就会和美国配合 继续围堵中国 所以我也说啊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也要看清楚啊 澳大利亚呢 本身他也是昂尔鲁萨迅国家 那他的政策 他也要配合昂尔鲁萨迅集团 那所以中国未来呢 针对澳大利亚的相关的政策 澳大利亚华人也要理解 另外澳大利亚呢 跟美国的合作 未来呢 变成美国的马迁族 对澳大利亚也没有好处 他现在呢 实际上呢 是希望呢 中国能够放松对澳大利亚的制裁 特别是旅游 还有矿产 所以我之前节目一直说啊 不要把澳大利亚 新西兰当成是亚太国家 他地理位置处于亚太国家 但实际上他的本质是什么 昂尔鲁萨迅国家 昂尔鲁萨迅国家 实际上呢 他和加拿大和美国和英国 是一个体系的 你这样理解以后 实际上你对澳大利亚的态度会有变化 你对澳大利亚 你对西西兰 像加拿大 像英国 美国 这些国家 你会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像过去中国人一直把澳大利亚呢 当成亚洲国家 有一种亲近感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昂尔鲁萨迅国家 实际上他呢 实际上 一直是针对欧亚大陆在进行围堵的 你这样对澳大利亚有一种亲近感 反而被人利用 而澳大利亚你可以看 他过去所做的行为 都是配合着美国 英国 昂尔鲁萨迅 你包括参加一战 二战 离得那么远 他要去打世界大战 为什么 昂尔鲁萨迅 一定要碎片化 欧亚大陆 那么有一天中国崛起了 澳大利亚一定会冲在最前面 甚至直接与解放军开战 所以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澳大利亚 他一定要冲在昂尔鲁萨迅最前面 你用昂尔鲁萨迅这个概念来理解澳大利亚 不要用亚太国家来理解他 把他想象成是什么 你周边的邻国 错了 他是昂尔鲁萨迅 这叫文明的冲突 你这样理解澳大利亚以后 实际上你可以少吃很多亏 澳大利亚很多人就利用他这个外表 你看那个黄鲁萨长得 是不是 像是中国人 像华人吧 黄种人 实际上呢 就是昂尔鲁萨迅 教育出来的一批 所以我说昂尔鲁萨迅 早就在欧亚大陆 早就培养了一批这样的代理人 你包括用洗脑的方式 生活文化习惯 用昂尔鲁萨迅那个方式 你不要把他们再想象成是什么华人 他们就是昂尔鲁萨迅人 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 如果你还把他们当成中国人 对他们有好感 那你最后呢 你看看那个杨恒均 你再看看那个成磊 跑到你这窃取你的机密 最后报告给谁 昂尔鲁萨迅 下人又汇报 我今天就讲这些 我也不是说反对澳大利亚 我只是让你把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这些国家 你要定位准确 他昂尔鲁萨迅 他和大陆文明 他是一定要进行对抗的 那中国现在本身 就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对这个世界有认识 对昂尔鲁萨迅 对澳大利亚 对新西兰 要有新的认识 新西兰 我觉得是更危险 人畜无害的样子 实际上 他从你这窃取的很多东西 对整个昂尔鲁萨迅集团 更有用 所以我说 像澳大利亚 像新西兰这些国家 那中国一定要注意 对新西兰鲁萨迅 对新西兰鲁萨迅